訂閱關閃YouTube 即時文法 智慧對開 總格上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第一個提問是 普里道場四歸一的一位弟子 他要恭請上師開示 原重有所謂敏感體質 容易受到無形眾生的干擾 因此常常感到身體不適 情緒低落 寢視上師 有這樣狀況的人應該如何做 才能去除這些無形眾生的干擾呢 恭請上師慈悲開示 你的敏感體質 如果是照這樣講 常常不舒服 心情不好 然後睡覺不安穩 或醒著的時候不安穩 那個人就是 有這樣的業力障礙的問題 有這樣的惡業因緣 你看這些鬼神 先王祖先也好 冤親在主也好 來鎖報 或者來給你做甘愛 諸如此類的 通常一般人 所謂的敏感體質 就是說他在做人的時候 他跟一般人的這種感知 絕獸不大一樣 他會對這個靈界 對這個無形眾生 特別有感覺 好像這個頻道 接通了一樣 有人接通的時候 還有點小感應 還有點預知 預知的功能 或者還有點小靈通這種感覺 這都不用高興 為什麼 鬼有鬼通 但是鬼接近你 或者在你身上的時候 他的一些能力 會在你的身上作用起來 但是為什麼這些鬼要在親近你呢 那沒什麼好事情 是不是 如果是這個人 他因為有修有正 正德神通 正德神通不是這個狀況 有時間 我們看有沒有這個因緣 找個單元 我好好把這個神通來做講解 這個神通 它不是會讓你不舒服的狀況 就是說 你要運神通去觀照事情 那就是可以自在 那如果不要有了 隨時就好像自己心裡 有一個開關關掉 就不要有了 你常常看到鬼 常常感覺到他在旁邊 或常常讓你有那種恐怖 不安的感覺 那個就是有這個 不如法行 之前是不是都做很多事情 最常見 年輕人最常見的 這是有冤親債主 或者這年輕人呢 他就是有多行 我不是說你了 我是舉別人的例子 讓你聽聽看 他的多行不易 這個祖先呢 歷代的祖先呢 沒有功德 沒有指望 就急了 就在你身上了 給你一點催促 給你施一點逆緣 警告你 所以有的就是 有這些問題 然後呢 再來一點 大一點的就是這個 家宅不安 你在家裡 有這個 鬼道眾生 或者是凶惡鬼神 那就是你住在那裡 他這個就是 你雖然沒有這種 敏感體質 他也要來跟你接觸 提醒你告訴你他在 想從你這裡 你這個地方 得一點利益 或把你嚇跑 或者有他自己的一個動機 諸如此類 這個同修 如果年輕人 有這個問題 就是 建議你看看 讀這個 《了凡四訓》 或者《十善夜道經》 然後對照自己的 身與意 三夜的造作 對照一下 如果有稍微偏差啦 不圓滿啦 不清淨 不如法的地方 趕快修正一下 然後呢 多誦經 多行善 每天誦一部經 兩部經 回向冤親在主 回向這無形的障礙 有同修 他是來說 他現在看到鬼 以前都看到一個影子 現在是已經清楚到 他分不清楚 是鬼還是真人 他很困擾 他是來說 怎麼樣可以看不到的 這樣子 那這個 他講很困擾 真的是很恐怖 你知道鬼是什麼樣子嗎 所以大部分 你看到這個人 他得到重症絕症 病的 這個 我們現在人好看的時候 就是覺得有這個血色 容光煥發 那就是這個容光煥發沒有了 沒有元氣 臉就是灰白灰白 死白死白 甚至臉有的開始歪掉了 扭曲了 那個樣子 就死白死白 沒有生氣又扭曲 然後又加上一個陰森 鬼就是那樣子 所以常常看到也受不了 有的時候他看到的時候 那個氣場一接上 整個心情都不好 或者整個頭髮直樹 雞皮疙瘩 都站起來了 都有這樣的 這個同修來 就有跟他講一個方法 然後他去 他也是為這個開一個專案 來集資進障 跟本尊菩薩求 希望今天 心靈開始 都不要再有這樣的一個 惡相 常常就不要有這樣的一個 不好的一個 際遇 這不是好事 很多人看到鬼還揚揚得也 我有陰陽眼 我可以貫穿陰陽界 你想錯了 不是這樣子 沒有學佛 你才會有這種 自己的想法 錯誤的想法 學佛你就知道 他根本不是 學佛有福的人 他那個夢境 或者他眼睛常常看到 能看到的 都是美好的事物 比較多 心裡常生喜悅 光明 清淨 這都是學佛修習的銳相 你才看到鬼啊 怪啊 我死人的樣子 嚇你 陰神 恐怖 這個你就知道有麻煩了 所以這是一種 正在受報 說白了 你正在受這種報應 所以跟他講這個方法 後來第二天他說 他從那時候回去 這菩薩加持他 他就覺得 比較看不到 而且眼前都是光明 立刻得到加持 立刻得到改善 所以有佛法就有辦法 希望這位提問的 我舉了這麼多的例子 不知道有沒有剛好碰巧 回答到你的問題 希望你聽了以後 立刻要去改善實踐 為什麼呢 鬼道眾生這些鬼神眾啊 你今天問一個法師 你問龍德上師 他在全球直播的時候 跟你回答這個問題 對他來講不是一個小事 他會跟你祭祀 人家已經法師跟你講過了 你還是不動於衷 這樣不是好事情 你應該該改的改 該還的還 該懺悔的懺悔 該修的趕快立刻修 要這樣子做 多誦經 多行善事 看了凡師訊 去讀十善夜道經 我們到場有免費跟大家結約 這書非常重要 你這輩子啊 安身立命 還有就是修德 你就是要看這樣的書 這個是非常好 為什麼要免費贈送 太好了 怕你花錢去買 你錯過了 你不想花錢 所以免費印得好好的送給你 就是太重要的意思了